如果你有良好的運動習慣 那當我們需要移動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走得更久 更遠 那良好的核心還有大腿 腿部的肌肉肌群 其實是最重要的關鍵 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找教練 一起幫我們開一個 每日適合訓練的菜單吧 好我們首先就先從 針對下肢肌群訓練的 深蹲動作開始 那等一下動作在開始之前呢 先幫我把雙腳站位 略寬於骨盆 動作同時想像寬膝懷同時彎曲 屁股向斜後蹲低 蹲到你的大腿平行之後呢 就吐氣向上站直 屁股斜後 身體居幹微微前傾 但是維持住下背的核心 不可以駝背 也不可以前傾得太誇張 挺胸挺背之後呢 吐氣向上 好雙手保持平衡 自然放在你的胸口前側就可以了 那深蹲動作的進階動作就是 深蹲跳 所以一樣幫我把你的屁股 蹲到大腿平行之後呢 雙手往上自然擺臂 到腳尖離地 順勢的把你的屁股往下坐低 回到原來的 預備動作 那注意過程中你的膝蓋 不可以往內夾進來 跳高不是重點 重點是落地的重心維持 跟你寬膝懷的控制 依序左腳向後 右腳向後 兩隻腳輪流 弓箭步向後 當你弓箭步向後踩的時候 前腳90 而且下蹲至大腿平行 後腳90度 回到平行站直就完成 左右腳輪流 好動作的過程中你要維持好你軀幹的穩定 尤其是左右的晃動 越少越好 空間步向後踩之後 但是等一下 我們當我們向上站起來的時候 不要回到平行站直 我們回到 單腳站立 單腳站立的時候 膝蓋對在骨盆前側 腳尖略微上鉤 再向後坐 弓箭步 抬腳 中間步 抬腳 中間步 抬腳 移開地面之後就可以開始動作 不要把屁股向後推 不要把你的胸口向下旋轉 挺胸挺背多一點 進階的動作是我們要做一個側棒式的捲腹動作 那對側手幫我手掌輕點在耳朵側邊 挺胸挺背之後呢 試著想像你的手肘跟膝蓋 越靠近越好 再回到 原來的 預備動作 好那在過程中的時候 記得手肘會對在你的肩膀前側 不要向上打開 否則你就會變成 側彎動作 你要變成 捲腹向前 回到原位 捲腹向前 回到原位 那等一下雙腳就踩滿在地板上面 膝蓋一樣會對在你的骨盆寬度 腳踩好之後呢 身體就自然向後躺 雙手平放在 軀幹的兩側 等一下吐氣的時候 幫我把你的骨盆往天花板推高 推到你的膝寬 肩成一個直線之後 向下 點地板 完成一次反覆動作 屁股往上推 同時吐氣向下 好那在動作的過程中 當你感覺 你都是在 大腿前側的時候呢 你要幫我調整一下 你腳掌的站位 當你的腳掌踩進來多一點 你可能就會覺得是大腿前側 所以雙腳膝蓋屈膝90度 目標會是在 屁股後側 喬式的進階動作就會是 單腳喬式 一樣從雙腳平行站之作為預備動作 選擇其中一隻腳離開 離開的時候呢 腳跟往斜前方延伸 這個時候你的兩個大腿要平行 你不用刻意抬高 當然也不可以往下 大腿平行之後呢 一樣 哪一隻腳踩地板 哪一邊的大腿 屁股後側用力 推至 去幹部 直線 點 屁股向上推 那這時候眼角魚光要稍微幫我檢查一下 你的骨盆有沒有旋轉向下 旋轉向上 維持好 點 上 點 吐氣 推 那雙手手掌 在肩膀的下方 不要在額頭的下方 要在肩膀的下方 那膝蓋離開以後呢 雙腳不用併腳 一樣是 略寬對在骨盆的寬度 動作的同時幫我把你的下巴收緊 肩胛骨往兩側推高之後 腹部捲腹 維持好基本動作 好所以如果這時候從側面觀察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頭肩 團膝 會成一個直線 腰椎要穩定好 不可以掉下來 頸椎不可以掉下來 這個棒式 掌聲棒式的進階動作是 掌聲棒式動作結合跳躍動作 跳躍時幫我把你的膝蓋屈膝捲腹 找在胸口的前側 回來到 掌聲棒式的預備動作 動作過程中你可以靠你前後反復的範圍 來調整你的動作困難度 好要點是 幫你 腳在向後跳的時候 腰椎不可以往下跳 回到標準動作 就停下 那 跪膝胸推雙手手掌會比剛剛掌聲棒式 再略寬一個手掌 手掌的位置會 比你的肩關還要再寬 雙腳膝蓋從棒式動作 自然向下跪在地板上面 就可以了 動作的過程中 試著想像 讓胸口斜前向下 上下的時候手掌會在胸口的兩側 走肘彎曲90度之後 吐氣向上 好所以錯誤姿勢是 當你向下的時候手掌在你的額頭兩側 或者是當你向下的時候一樣 軀幹沒有控制 是肚子找地板 你應該要想像是 胸口找地板 吐氣往上 那除了日常訓練之外 我們平常也可以 背著我們之前準備好的緊急避難包 測試我們自己 有沒有辦法在有負重的狀況下 順利抵達避難地點 持續關注臥槽 了解更多民房知識 好 好 好